疫情的影響让我们的好邻居超商人流业绩都下滑 可是民众还是有采购蔬菜生鲜的需求 那怎么办呢 于是四大超商业者都同步变身成超市了 在住宅区里面的门市开启电中店 卖起四十几种的蔬菜 非常的丰富 业绩也意外的翻倍 而另外一家超商则是卖海鲜跟冷冻料理包 销量也有五成的成长 熟悉叮咚声响起三级警戒减少外出 意外让超商再减到一块防疫大病 超商的冷藏柜里头呢 现在是多划分出了一个小区域 上面摆了四十几样常见的蔬菜商品 让民众来逛超商的时候呢 拿了就可以直接到旁边结账减少群聚 看价钱啊 价钱合理就会啊 对啊 不合理就还是不会啊 有没有比较贵 以空心菜来比一比 市场一把大约二十五到三十五元上下 超商两百一十克卖三十九元算合理 也比一般生鲜超市两百五十克买四十七元 还有便宜 出菜业绩已经翻倍成长 那我们也从五月底开始在线上贩售了出菜箱 那也创下了五百箱三分钟玩售的一个假期 全家两百节门市打造成超市机能店 Liar food更是直接把海鲜柜都搬进来 轮切鲜鱼片 嫩煎牛排 倒调味过的鱼丸汤 胸轻炎现在竟然在超商里头就能买到 一来可节省民众在店内选购停留的时间 二来能够让民众减少到大卖场和传统市场的群聚风险 Liar food近期的鲜食与冷冻食品也有余五成的成长 Liar food靠冷冻鲜食拉台业绩 全家卖蔬菜7-11则卖生鲜肉类海鲜 OK冷冻微波鲜食销量也有两成成长 四大超商出新招就要弥补疫情下减少的百分之二十三人流 如果有人没办法买 他如果去超商就还可以买得到 就是还蛮可以紧急用的还不错 超商改变形态变身超市 弥补亏损的业绩 同时也开创另一波自主商机 东森辰天新闻许今友红沛宇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